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看我今天的视频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4年我第三个和品牌一起的联名设计 这次呢依然是和英国伦敦的小众品牌 BearBear合作 设计我的第二款包包 那这次我也专门为了这个包呢 和我的儿子还有我老公 一块儿飞了趟英国伦敦 把最后最后的设计给敲定了 那这个视频一开始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去伦敦的旅程 然后我再把我设计的旧款的那个包 还有新款的包放在一块儿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看看这两年我有什么设计上的进步啊 看看这个包有什么更好的优点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包的性价比 有多么的强 而且多么的能装 这次旅行呢对我来说挺特别的 经过两年的时刻 BearBear再次邀请我 跟他们进行第二次的联名设计 他们邀请我亲自前往 位于他们英国伦敦的总部 想亲自交给我根据我的图纸 还有设计理念 经过无数次修改的成品 这次呢我也是带着我老公和儿子 一起从多伦多飞到伦敦 一路上是七个小时 我说又开心又兴奋 品牌方呢才是控制着设计的可能性的 所以说我对包包的这个成品啊 还是有一些未知了不确定的 我们住的地方呢 离伦敦的唐人街特别近 不行就能到 这边有好多美食 我本来觉得多伦多的中餐的选择就够多了 没想到伦敦的中餐更多 而且店更密集 我们就是一路步行 一路享受美食 我们又去了游客都会去的博物馆啊 美术馆啊 各种皇室的旅游景点啊 反正就是以另外一种角度吧 来学习历史文化 还有艺术流派 然后激动的时刻就到了 我呢就来到了位于伦敦市的边边的店 一进门我就看见了以我名字 Ishii命名的第一款的联名设计的包包 他们每一个包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主打的就是英式复古风 用的都是真皮的材料 尤其是牛皮的 具有极强的耐用性的 新包呢有新皮子的光泽 用久了之后也会有那种更自然的质感 那大明星Taylor Swift就经常用他们家的包 这个是Ishii这个包 就是挺大方挺女人的 品牌的创始人呢叫Jake 他是一个爱尔兰的旅行作家 之前呢我们都是视频会议 这次总算是见到了真人 他给我介绍了每一个包包背后的故事 有一些灵感呢 是来源于欧式的教堂的建筑啊 有一些是来自于医生的手提袋 反正每一层皮革还有每一个五金 都是专门为这一种设计 而专门做出来的 他们店旁边就是Kings Cross 特别重要的一个地儿 它是历史啊文化商业艺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区域 算是一个地标了 Jake呢就带我在Kings Cross旁边周围转了转 然后我们在咖啡馆里 我再次跟他表达了我的创作风格 Less is more 我特别喜欢简化事物 用简法来增加时尚感 但是一定要有永恒感 我特别重视所有我使用的东西 不仅要外观特别好 而且还有很好的实用性 还有背后的穿搭意义 第二款包包呢叫Ishi Box 设计理念呢依然是简洁 和第一个设计笔呢 这次加入的中性元素 依然突出了不张扬的简洁美感 避免过多的装饰 还有没必要的复杂的设计 抛开一切看得到的logo 加强功能性跟实用性 那这款包呢算是偏离了纯复古啊 更百搭更适合更多的搭配场合 非常经典的外观跟线条 绝对不能让他受到潮流的影响 我要他永远都不过时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能装 比如说相机啊 小耗水壶啊 小耗雨伞啊 化妆包都能装得下 我又跟Jake以毫米为单位 进行了一些个稍微的小修改 那我现在拿到手里呢 就是最后的版本 那么好 不给大家卖关子了 新的包现在就在我手里 它的名字叫 Ishi Box 一样的啊 它也是有两个颜色的 一个是棕色的 一个是黑色的 五斤全都是做旧的那种金 Ishi Box跟 Ishi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呢 一个就是体系上的不一样 这个新包设计的 不管说从它的厚度长度宽度 都比 Ishi要宽大 容量更大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 就是 Ishi这个包包 只能是单肩胯着 或者说是腋下胯着 它是不能斜背的 当时设计的时候 我是想它非常女人嘛 女人式的那种背法 那 Ishi Box呢是专门为了斜胯而设计的 这个包看起来就非常的中性 大牌的感觉 直接斜跨 然后把它扔在腰后面 然后就不用管它了 它就是一个非常bold statement 它是没有正反面的 看看底下 再看看上面 在侧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把logo藏在了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包你是看不到 它是什么牌子呢 非常的老前跟低调 按一下就打开了 它的logo在这上面 非常非常的小 也就是说它这个包很轻 外面是纯硬牛皮的 那里面呢就是这种 黑色的 几皮帆布 两边有两个小口袋 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都能装些什么 巨大的正常size的大钱包 完全可以放下的 我已经不用这么大的钱包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种小卡包 因为我的卡特别特别的多 那种钱包其实它放卡不多的 我就用它来做示范 它也是挺厚的那种小卡包 放下一个MUJI的小号的水壶 就是为了环保 我出门基本上不喝外面的矿泉水 護手霜是算是比较占地的那种護手霜 一串车钥匙 粉呀 口红呀 还是挺空的呢 那我就再放MUJI的一个小雨伞 你感觉不到它这么能装 但是它确实非常能装 平时它就可以立在桌子上立住了 然后你拿起来的时候 它就 它就这么拿起来了 放多少东西它都不会走形 它都非常板板正正的 是一个长方形 把它打开之后 我刚才那些东西全在里面 还有我的一个小的笔记本 它也可以放在侧面 如果你有带笔记本的习惯 这种笔记本它就不会给你卷了 专门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放笔记本的 因为它这设计是中性比较干练的嘛 所以我也选的是比较粗的这种肩带 当然你也可以调长短 最短的一个呢就是这么长 像腋下的包这样子背 最长的那一个呢它把洞打在末端了 我给大家看看 像我一米八二的个子 它正好在我腰以下就是臀上 这个是它的棕色版本 不管是棕色还是黑色 它的皮子都是非常硬的 都是不怕磨的 非常非常的大气跟帅气 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包我拿上手我就知道它对不对 尺寸啊各个方面 还有它的扎线啊角度啊 我一看我就知道 跟我想象中的那种包 是不是对得上 当时品牌的创始人 这个给我看它的 final成品的时候呢 我还是让它以毫米为单位 做了一些个优化 我以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小见解 来评价我这款包包 我真的觉得它设计的 比大牌还有大牌 非常非常有气场的 像什么城市精英啊 大女主啊 都是可以这种气质的 我为什么说它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包呢 每一个包都是纯手工作的 它的定价就200多美金 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非常亲民的价格来达到一个非常大牌的效果 个人来讲 这是我2024年联名设计的 目前来讲最成功的一款 就款ishy的那个包呢 它的定价也是非常低的 上架了好像也就两三天吧 然后就全世界的网友把它全买空了 然后就没货了 再下单的时候backorder六个月 然后因为他们还有工人去赶工再做出来 大家喜欢我的设计 我是非常非常感恩的 售后啊还有什么的 大家可能就要联系一下客服了 我是只管设计这个方面的 那这款包包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一共做出来多少个 他们家的包基本上不怎么打折 所以说这次呢我也是没有这个折扣码给大家 但是我会把这个包的链接呢放在下面 如果说大家对它有兴趣呢可以去网上逛一逛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你觉得我这个设计还不错呢 就请帮我点一个赞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请订阅一下 你对我的点赞跟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